接下來要談到議題是熊貓超市標錯了一折價 外送員集體竟然是被綁架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當時他們的APP系統 第一個是出了問題 所以商品的價格只有一折 聽到一折 如果是永遠想要搶啊 感覺不買對不起自己 沒錯 所以當然大家都過來搶了 所以呢 湧進了上次的訂單在台南 不過我們要問一下說 這個價格到底是差了多少 我們就準備一個小圖表跟大家來看 譬如像我們來以衛生紙來說好了 竟然只要69元 而且是1,712的 這個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個是抽取衛生紙的部分 100抽8包你猜 19塊 超級便宜 甚至五月花貨的是這個春風的衛生紙啊 只要129元 因此很多的民眾都要來搶購 但是這個外送員集在領獲的途中處的問題 到底怎麼回事 好這是因為發現說系統竟然出現了一折價 因為系統有錯的關係 所以當時很多的訂單就紛紛湧入 有多達有上千筆 所以在台南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發現這張照片了 就是因為當超市員工發現說 系統已經出現了狀況 出包之後呢 員工拒絕出貨 讓等待的外送人員呢 就抱怨了 在現場的苦苦等待 大拍上龍 簡直是不知所措 抱怨的形容是遭到了訂單綁架 今天場景是台中市的中鳴南路發生了車禍 是一輛小客車在路口亂迴轉 另外一輛直行的雙兵名車呢 撞了上去 後面有一輛機車來不及下車 往前追撞了雙兵名車 違規迴轉 害得連環追撞車禍的是一名女駕駛 而近日撞上雙兵的26歲男騎士 當場牙齒被撞斷了 滿口都是鮮血 不知情的目擊民眾 還以為是騎士吐血 今天早上呢 林凱強的家屬呢 從高雄趕抵了金門的林堂 林媽媽難過痛哭 根據了解呢 林凱強今年才27歲 明年4月就要退伍 如今卻因攻殉職 讓家屬非常悲痛 好 畢竟呢 現在大樓可以說是越蓋越高 南韓發生了33層樓高的活景 造成了將近有上百人受傷 緊急送醫 現在趙和很多人也不禁要問了 如果是在我們台灣呢 今天發生了這麼樣的高樓活景 那我們的消防隊會怎麼樣搶救 好 其實我有稍微問了一下 其實最關鍵就是在建築域內部裡面 它的消防設備倒是好還壞 因為33層高樓基本上它應該是新的建築 所以如果還有灑水的話 其實消防隊員過去之前 他們可以先稍微抵擋一下 另外其實我們翻開我們台灣的 我們來看到就是這個 升降機的部分呢 其實林凱修可以觸及到18到24樓 因為我們的位置大概是72公尺 如果一層樓是3到40公尺的話 所以才會有這個數字來呈現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甚至還有灰燼這樣慢慢掉了下來 因此呢其實消防隊員有跟我說 這個叫做周界防護 如果灰燼掉下來 研發附近的火勢 所以危險性會非常高 所以旁邊都要佈起水線 另外如果是在高樓大廈的地方 其實還可以動用石森機來救援 以每一頂的民主 好 另外一方面的焦點轉回台灣 重要來關心的是最新的離線訊息 今天是我們台灣雙十連鎮的第一天 很多民眾的紛紛出遊了 在龜喉魚港這邊現在人潮跟車潮非常的多 要把時間焦點營 現象 我們最近走了一趟市場 發現其他的螃蟹攤商都說 通常買到了死掉一段時間的螃蟹 才會有這麼樣的味道 一大早九點鐘不到 就已經發出了超過有150張的號碼牌 排隊的人潮不輸搶口罩的盛況 12點32分來關心最新的連線訊息 高雄市古山區 一家私利脫鷹中心驚傳了嚴重的疏失 有四名孩童吃了糙米漿之後 發現身體不舒服 緊急送醫之後治療沒有大礙 結果一調查竟然發現 是因為脫鷹中心把脫氧劑 混進到了糙米漿當中所引起的 而目前最新的狀況 聯想給記者董義賢 最新要來關心的是最新的車禍訊息 國道一號北向 高雄五甲系統在稍早中午的10點44分 發生了車禍 一輛連結車疑似因為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追撞了兩輛轎車 現場亂成了一團 閘道也一度封閉 而路況在剛剛中午的11點25分已經排除 全線恢復通車 最新的交通資訊也提供給您 而緊接著要來關心 招化這一名果童有一塊三分地的落鱗園 不斷地遭小偷 損失了三千斤價值約二十萬的落鱗 這一名果農趕緊報警裝上了監視器 結果竟然發現是一名老先生 騎單車主著拐杖行竊 出舞台劇的日本人氣女明星長澤雅美 必須要在今天接受的檢驗 而目前長澤雅美的身體沒有異狀 水庫的蓄水率都低於50% 翡翠水庫的蓄水量更是創下了17年以來的新低 翡翠水庫的蓄水